如果我要算月份 我刚刚讲过了 其实算日期 算天很简单 可是算月跟年的话 相对的比较麻烦一点点 比如说像那个前后三个月 e-day的函数这边的话 当然这个地方 我把它改成2020好了 其实不改没关系 我们只是一个练习 那如果奥运当天的话 就是等于什么 你等于这个上面这日期 把这个日期带过好了 奥运的后三个月 三个月 那你会发现 因为这个资料里面 有年月日三个东西 可是它实际上 里面就是一个数字 但是我要怎么样 可以针对月份去做加减 加跟减月份而已 这个时候特别注意 如果是传统的做法 那你就必须要用四个函数 第一个函数就是什么呢 基本的日期格式 所以插入函数的时候 我先用标准的函数给各位看 第一个是用day函数 day函数如果你要针对月份去做加减的话 那你必须怎么样 第一步用day函数先把年月日先分开 那年月日怎么分开 year你要告诉他说 你给他这个日期 他里面是年月日不行 所以你必须怎么样 给我个year 所以你必须在外面包个什么 包个year 前刮户 后刮户 这个时候的话 他才会把这个日期里面的年的部分抓出来 那月的话呢 那一样慢死 前刮户 一样是这个C3 那日的话呢 一样要用day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还蛮麻烦的 必须怎么 先分开再计算 那怎么计算 月份后面怎么样 加上什么加3 这样子回来的结果呢 才会是正确的 11月16 有没有 不过你会发现 哇怎么这么麻烦 没办法 有没有快一点的方法 有 你可以用什么 用那个插入函数 里面的话就有一个函数叫e-day e-day 特别是有e-day 他只能针对月份去做计算 年跟日不行 e-day只能计算月份 OK 所以按确定之后的话 假如star day 指的是奥运这一天 三个月 有没有 后面有个参数 叫做month加S OK e-day只能针对月份去做计算 那回来的话是一个数字 不过你看到这个数字不用担心 为什么 因为他回来就是原始的东西 没有做格式 所以你顶多是再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格式 日期格式给他 这样就OK了 有没有 一样嘛 2020的11月16 前后三个月都一样 那利用这个e-day函数呢 我们可以做什么 后面有个综合练习题 各位切过来 然后看一下 首先的话呢 第一个我希望能够做什么 1到12月份 能够最好是向右向下 把整年度的年历一次可以产生 那要怎么做 首先当然第一个 你要先产生每个月的第一天 下面就跟着每个月第一天 就可以产生其他日期 不过现在只有1月的第一天 2月到12月的第一天还没有出现 那我要怎么出现呢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用刚刚那个函数 插入那个e-day函数 e-day OK 这边e-day 然后呢 star-day就是1月1号 那他们相差几个月呢 相差一个月嘛 对不对 1月1号跟2月1号相差一个月 那2月1号跟3月1号又差一个月 所以基本上按确定之后呢 你向右填满就可以了 为什么 因为它会自动栏宽 格式里面有个自动调栏宽 把它调整一下 那你会发现因为呢 我向右填满 所以本来这个a2 它这个a我没有锁起来 所以它向右的话 a会变b b会变c嘛 所以自动就会去跟前面一个月相比较差一个月 所以自然就会带出2月1号到12月1号全部出现 那另外的话栏宽不足 我用那个自动调栏宽就做出来 所以第一个 每个月的第一天先做出来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说我希望怎么样 下面这个地方 增加每个月的第二天到最后一天 那怎么做 一样嘛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是吗 等于 先打一个等号 上面这个日期 加什么呢 1就可以了 为什么 因为讲过了 因为日期本来就是一个数字嘛 那你加一天不就是 那加一之后它自动会把上面的格式自动帮你复制下来 所以你打勾之后你会发现了 这个2月 有没有1月2号出现了 那底下的话你就怎么样 再把它自动填满 我把它缩小一下 向下填满 填满到哪里呢 32列这里 有全部出来 有没有 可是呢你把它向右填满 向下 向右的话呢 它会去抓到的是2月份 所以这边的话向右 向右 但是向右的话 我们把它拉到 12的话是L栏 放开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一整年的年利出现了 可是呢 会有几个问题发生 哪些问题呢 各位有没有发现 2月的下面这边 多出了什么呢 3月份的资料 不对啊 我们这下面 如果是一个年利啊 应该是每个月都放在上面 一整个从上到下 那下面不应该出现 3月份的东西啊 所以怎么办 这时候呢 用什么方式让它消失最快呢 直接Delete吗 底下还有啊 这边还有啊 OK这边还有啊 有没有 所以呢 当然我们 如果不用那个Delete方法 那这自然我们需要做逻辑判断嘛 有没有如果 如果我要出现的那个 日期啊 跟我上面的那个 日期的月份不相同的话 那我就让它 不要出现 资料 就双引号 两个嘛 空字串 反之 就把资料给输出 那刚刚逻辑啊 讲完之后呢 我要把刚刚逻辑 变成我要的公式的话 回到那个A3的储存格 有没有 那你就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公式啊 先减下好了 而且A2加1 先减下 然后插入一个什么 插入一个逻辑判断 if 逻辑判断里面的话 我们用if if什么呢 if 你的逻辑 那我要判断什么 比较 两个 储存格 应该是比较什么 比较上面这个储存格 如果 它现在的日期 跟加一天的日期 的那个月份的部分 一不一样 OK应该可以懂那个逻辑吧 所以呢我就 刚刚做过用曼时 钱瓜糊 那我要抓哪个日期 1月1号的日期 然后呢 跟哪个比呢 跟那个 加一天之后的比 那我这边 如果不等于的话 我用不等于来 来当条件 不等于什么 把这个 曼时A2 把它复制一下 贴到后面 记得把A2先加1看看 加一天 我跟 他现在的日期 跟 加一天的日期 比比看 他们的什么 月份也不一样 如果月份不一样的话呢 所以我这边用不等于来 这个叫不等于 小于大于 当然你也可以用等于 反正逻辑颠倒而已 如果不等于的话呢 那我就给他什么 没有东西 空的 反之呢 就是把刚刚A2加1 贴到这边来 这个是正常 重新再打 A2加1 意思就是说下面是正常的 上面是异常的 OK 应该可以懂得逻辑 按个确定 试一下 向下 再向右 理论上应该 3月份的会消失 可是会不会消失呢 放开 有消失了 3月1号消失了 可是呢3月2号就出错了 为什么 因为呢 你下面这个地方有一个曼时的判断 为什么 Value错 因为你 应该给我一个日期 可是你却给了我一个空的 那你不是在开玩笑吗 对他就跟你讲说 你在开玩笑 给我错的资料 紧 只要你那个储存格前面是紧的话 就是 错误代码 sharp 就是lumber的意思 后面的话 就是 就是value 就是错误代码里面 他给你一个description 就是他的叙述是value 值的错误 所以这个都是有机可循的 那 怎么办呢 其实我们前面好像讲过 如果你看到有错误讯息 你不希望出现的话 你可以用一个函数 叫什么 叫ifair 还记得吧 所以第3个步骤 把这个公式 再减下来 不包含等号 插入一个过滤 过滤的函数 叫ifair 这个我们有用过吧 过滤的话 因为 只要是紧开头的 那些 出称格里面那些东西 都是air 都是错误 那如果你要让他不出 不显示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过滤 那过滤的方法很简单 把刚刚的公式贴到value 也是如果里面的资料错的话呢 把它变成没有 没有就这样 OK 所以按确定 好基本上向下 向右 试一下 应该向右应该 有没有 底下的东西 恢复正常了 然后再往右 拉到l栏 理论上应该全部 只要是不同月份的 就会自动消失了 有没有 所以 如果你不用delete 不然的话 你要一直慢慢delete 你很多工作 你 所以我们就不希望 反正不管怎么样 你要忍住 不管怎么样 你就是 像我的习惯是 虽然我可以 慢慢去把那个事情做完 但是我宁可花时间 想VBA程式怎么写 因为如果你得过且过的话 你永远不可能进步 OK 所以你要找案例 反正 这就是一种成长的动力 如果你都没有案例的话 你也不会 不会慢慢进步 所以这种好像感觉也是一种 你的那个算什么 脑袋的革命 你真的要革命 你要改变很多的习惯 其实习惯是最难改的 不过我想你们来学这个课程 就是希望你可以 做一些不一样的 好那这地方请各位试一下 最后做完的公式 其实有这么冗长 这么长 不过其实 第一步是A2加1 第二步再去做if的逻辑判断 第三步就是如果发生错误 就ifl 但是这边可能会有一个地方 也是之前有发生过的问题 就是说 什么地方有这个后面 我们跳到这边格式 我这边好像有一个公式 这边 就是说如果你的版本 假如说是2003的话 特别注意我在84页这边有提到 上面这个是针对2007 以后的版本可以用的 就是可以用ifl 但是如果说你是用2003 因为现在还是蛮多地方 只有2003 那你可能就只能用下面这个方法 为什么 因为在2003以前的电脑 他没有 ifl 这个函数 之前有同学刚好问到 老师为什么我找不到电脑里面的ifl 看一下 版本太久了 对不对 只有203 那怎么办呢 你就可能只能用 两个函数代替 就是if 加sl 所以其实ifl 它等于是把两个函数变成一个函数 让他简化 所以如果你没有ifl 那你可能就只能用第2个方法了 OK 那这个是 年历的这个范例 那大概做完一整年了 可是接下来 第2个我需要做什么 我希望 可以把那个礼拜六礼拜天 假设格式化成 不同的样式 礼拜天 一个样式 礼拜六一个样式 可是问题来了 礼拜六礼拜天 当然我们是设定格式化条件 不过设定格式化条件很多同学不会用那个使用公式来决定 要格式哪些储存格 OK 因为如果你用前面那几个方法都做不出结果来 所以如果我希望 礼拜六一个格式 礼拜天一个格式的话 那我该怎么做 当然绝对也不是叫你突发炼钢 先做一个 然后再其他再慢慢礼拜六慢慢选 那很浪费时间 对一年有52个礼拜 那你岂不是做56次吗 不可能52次 然后礼拜天又52次 那很浪费时间 所以有没有什么方法 只要一个动作 他就可以帮你把它 全部格式好 OK 这里的话我想各位可以试试看 那可能需要注意的就是 还需要学一个函数 叫V-day 好 这个V-day呢 实际上 顾名思义吧 就是 去 判断什么 某一个 日期 它是 星期几 OK 所以 这边的话如果说我想知道什么 假设 2008年的5月1号是礼拜几 那你可以在结果这边试一下 插入函数里面呢 可以用日期时间里面的 weekday 所以这边有个weekday 然后呢 给它什么呢 给它日期就可以了 Return Type我建议是空白 按个确定 你会翻5 请问 5是代表礼拜几 4 为什么是4 对 是没错啦 那你这观念是正确的 那一般有些人会看到 这是礼拜五 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啦 如果你的概念是对的 因为 这个Excel是美国那边设计出来 所以他们概念也都是 他们一个礼拜第一天 他们概念是礼拜天 所以你就是要用他们的概念 不要看到五 礼拜五那就错了 OK 所以这个大概主要 这部分知道其他就OK了啦 所以礼拜 天就是一嘛 那礼拜六就是七 这样子 那如果你有这个概念之后 再来你就可以针对什么 刚刚的这个综合练习里面 如果我希望能够针对这个整个年历 全部 设定我要的条件的话 那你可能需要什么 以前可能需要一个一个 当然人工的方式是一个一个慢慢检查 检查是不是礼拜六 往下检查 礼拜六 好 那就涂一个颜色 在礼拜六再涂一个颜色 那当然浪费时间 所以最快的方法是什么 一 先 Ctrl Shift向右 Ctrl Shift向右 把那个日期的部分 Ctrl Shift向下 全选的意思 Ctrl Shift是 Ctrl是方向 Shift是选取 Ctrl Shift向右 它就向右选取 Ctrl Shift向下 就向下选取 然后这个方法的话 就是先把那个 先 设定好之后 范围 然后再来什么 设定格式法条件 新增规则 从这边 那规则要怎么做 我想你们先试试看 待会我们再来解这部分 第一个先把那个 礼拜 就是说 把 1月2号 有没有 这个先做出 删除 不同月份的资料 但是要删除 我们不是用什么 不是用那个 手动的方式删 而使用我们的公式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 如果设定格式法条件 这个